在電腦螢幕前或使用行動裝置看實況的時候 記得不要貼著螢幕看 維持適當距離,並保持燈光明亮 使用耳機的看關也不要把聲音開得太大聲喔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玄雲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今天我們玩一點Minecraft 沒錯,今天我們又要來玩派別大戰爭喔 然後今天一樣也是跟凱雲一起玩喔 哈囉 哈囉 好,那在這一集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跟各位看官道歉一下 因為上一集,我們一開始的地方 不是除了那個牆壁上有字之外 旁邊有個阿神嘛 就如果你有看影片的話,你們應該會注意到 然後他旁邊有一個獎桌 對,我其實沒什麼玩1.15跟1.16 來這邊,各位看看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是我用我的替身的能力 把之前那個地圖 時間換回到 那個我們開始實況之前 就是一開始的啦,剛下載下來的 對,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為的就是 要看一下這個獎桌 我其實沒什麼玩新版本喔 我對獎桌 沒什麼了解 其實對獎桌按右鍵 它可以放書在上面 所以這邊其實還有一本書 我沒有唸啦 那我就來唸一下囉 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遠遠 今天帶來我的第九張地圖 這是一張很隨意做的地圖 學習什麼用資料包 地圖沒什麼特別優化過 可能會有點陽春 這就是一張給親朋好友 互相了解寫作嘲諷的地圖 結束可以成為 可以顯示成為異教徒次數 還有找到成就數 本來跟朋友私底下聊天完 我還偷錄下來 所有對話來剪 可是剪完影片發現 純聊天的方式 有人拍過了 所以改用地圖的方式呈現 嗯,話說 本來只準備30題 後來阿神知道我有新地圖後 說30題太少了 於是發了推特的真題目 總之後來又置入了10題 所以總共有40題啦 所以這邊前30題是圓圓做的 然後後面10題是阿神 嗯,應該是跟BUB喔 去爭10題 對啊,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本書上一集沒念到 跟各位看官說真的抱歉啦 好啦,我們就回到我們 上一集結束的地方喔 對 嗯... 這一集應該是最後一集 沒有意外的話 因為就剩20題了嘛 對 那... 我們先繼續我們的... 進度喔 那我們就第21題開始囉 準備好了嗎?開 OK啦 好,那我們第21題 來 第21題問的是主食喔 這個... 請問... 他...甚至沒有問題耶 總之這個應該就是 你喜歡吃飯還是喜歡吃麵 你想好了嗎? 先不要急著回答 想好了嗎? 嗯... 其實這題... 真的要想一下耶 就是...因為我都吃啊 而且沒有說比較喜歡哪個 但... 有...有...偏啊 有偏一邊 好不好 我想凱應該也有一個比較喜歡的 那我們就321囉 嗯... 來 3...2...1... 麵 你比較喜歡吃飯 你比較喜歡吃飯 對啊,麵要看種類啊 嗯... 但如果兩... 飯就不用管種類啦 兩邊條件一樣的話 我是比較偏好麵啦 但... 其實都喜歡好不好 所以... 這邊一樣喔 我們這部分開始重新計分 我跟凱目前一題不一樣 好 這邊打個0比1 好不好 好 我跟凱目前一題不一樣喔 這個題主不知道能不能跟凱有默契啊 好,第二題 問麵啊 題目是麵喔 題目是... 你喜歡吃哪一種麵 湯麵還是乾麵 哇,我要想一下耶 我都喜歡耶 這兩題我都是都喜歡耶 你想好了嗎? 嗯 我想一下耶 湯麵跟乾麵 好吧,我都喜歡 但我... 硬要選一個 我想好了 準備 3 2 1 湯麵 乾麵啦 呵呵呵 你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比較喜歡吃乾麵嗎 因為湯麵會拉得掉 嗯... 其實乾麵... 我覺得各有各的好耶 湯麵主要就是喝它的湯嘛 那乾麵主要就是吃它的醬啊 對啊 我覺得... 各有所好 不是嗎 你不覺得嗎 對啊 可是我還是喜歡吃乾麵 因為我吃麵會是比較慢啊 湯麵會爛掉 那...為什麼我會選湯麵 主要就是因為牛肉麵跟拉麵都是湯麵啊 所以我才選湯麵啊 不然其實我都...都喜歡啊 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一個是... 吃它的湯 一個是吃它的醬 對啊 所以... 我跟凱又一題不一樣了 目前是0比2啦 真慘 對啊 不過... 應該... 有機會逆轉啦 照我們上一集的... 經驗來看 我相信我跟凱還是有默契的好不好 那... 配菜的飯 就是...應該是說配菜你會比較想吃什麼飯吧 蛤?配菜想吃什麼飯? 就是... 我覺得它的意思應該是說 今天你... 那個...做大桌的 然後... 有菜啊 什麼三... 三菜一湯 四菜一湯 然後都會有白飯對不對 對啊 跟著菜一起吃 他問 覺得你比較喜歡吃... 白米飯 這是一個選項 還是... 乳肉 或雞肉飯 這是另一個選項 就是有東西的飯跟沒東西的飯 他說配菜嘛對不對 嗯 他說配菜啊 那...我想好了 你呢? 差不多 那... 我們就三二一囉 嗯 來...準備 三... 二... 一... 白米飯 白飯啊 對啊 為什麼我會選白飯 因為... 你已經有菜啦 你已經有菜 聲音怪怪的 你已經有菜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 吃有味道的飯了嘛 對吧 不然會很膩啊 對啊這個我覺得... 應該很多人都選白米飯 來我跟凱有一題一樣囉 目前是一比二 好我們就直接下一題了 來吧 好啊 喔臭豆腐喔 我本身就沒有很喜歡 呃...其實我... 喔我其實接受臭豆腐吧 但沒到特別喜歡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題目 喔你喜歡... 滷的或是... 煮的臭豆腐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選項 等一下... 我根本就不吃臭豆腐啊 這題目我沒... 好啦...不是啦 你就選嘛 今天要你吃臭豆腐 你喜歡哪個 或是炸的 可是問題是他的味道 我就接受不了 更不用去吃他啦 嗯... 好啦不然你比較不討厭哪個 這樣OK嗎 嗯... 好我可能要想一下 因為我這輩子 沒吃過臭豆腐 嗯...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是炸的 一個不是炸的啦 好吧... 那...我... 我思考一下啊 臭豆腐 我也要想耶 好我想好了 我覺得... 這對我來說還蠻好選的 啊你咧 呃... 反正我隨便打一個好不好 好沒差 反正我都沒吃過 沒有... 因為你說隨便打 又跟我不一樣 我就會覺得很歐 好啦沒關係 你就照你自己的想法 好不好 好了嗎 來... 3 2 1 炸的 對 炸的 嗯...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炸的 會比煮的好吃嘛 而且... 沒有... 我猜那個炸的應該可以把味道蓋掉 對...其實會 而且... 而且我吃過炸的臭豆腐 是... 真的還不錯 但要配其他東西吃 就... 我覺得還不錯啦 但我沒到特別喜歡這樣 所以目前我跟凱是... 兩題一樣喔 好 那我們就繼續下一題看吧 很快就... 翻回來啦 喔... 麥當勞薯條 我先看一下題目 喔... 這很好選 這很好選 你吃麥當勞會沾醬還是不沾醬 你知道我剛剛本來還以為他要說什麼 沾番茄醬還是糖醋醬 還是沾冰犬 好...我先問你啦 如果... 今天讓你選一種醬來沾薯條 你會沾什麼 或是... 喔...他是要沾醬 還是問說... 你要沾什麼醬 沒有沒有... 他問... 他問的是沾醬或不沾 啊...我問你 喔... 我剛好好奇問你 你的薯條會沾什麼 我不沾醬了 喔... 哇...你先把答案講出來了 好啦... 海說不沾醬喔 那... 我也是不沾醬 對...我吃原味 但我要...我會加鹽 我覺得鹽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 調味料 你會跟他說你... 我不要加鹽嗎 我都會去鹽啦 比較健康 喔...你會去鹽 但我...不會 但我真的想... 想吃一種吃法是那個耶 就是叫他去鹽 然後我沾... 巧克力 呵呵呵 沾Nutella 我一直很想吃吃看耶 嗯 好啦... 所以我跟凱都是不沾嘛 只是...如果問... 去鹽 那就是不一樣 蘭木娘 我跟凱有三題一樣喔 對啊...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可以問一堆耶 沾或不沾 沾什麼醬 要不要去鹽 欸...這就三題了耶 圓圓...要不要考慮一下 呵呵呵 好...我們進到我們的下一題喔 呃...等一下... 欸...我沒有...沒有選 不沾 來...第26題 蛤... 鹹酥雞要配什麼飲料 來...你會選可樂還是蒸奶 想好了嗎 鹹酥雞喔 嗯... 不要...不要急著回答喔 我想一下喔 我很好吃鹹酥雞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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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好...鹹酥雞 如果他問雞排我是瞄選 鹹酥雞我很少吃 因為鹹酥雞有骨頭 就...我不喜歡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鹹酥雞 好...那我們就三二一囉 好... 三...二...一... 蒸奶... 喔...你吃可...你喝可樂 好...我先講一下我覺得 不管是雞排或是鹹酥雞 這種炸雞類的 我覺得配...奶茶我比較喜歡 對...奶茶 我...討厭珍珠好不好 我喝奶茶 那... 呃...那你咧 你喜歡珍珠嗎 珍珠喔 珍珠奶茶的珍珠 你也要一直搖搖搖搖搖搖 而且喝...喝完奶茶 底下一堆珍珠 還可以耶 還可以耶 我...我不太喜歡 對... 要看哪一家的珍珠啦 那...你喜歡...你覺得配可樂比較好 你覺得鹹酥雞... 喔...我覺得薯條配可樂比較好 我跟小麥一樣 你知道小麥是誰吧 嗯... 好啦...配...那個... 珍奶 我配珍奶 所以我們現在是3比3喔 三題一樣 三題不一樣 我們進到下一題 哇...目前不相上下耶 喔...夜市牛排 吃過嗎? 不太常吃耶 但牛排總吃過吧 牛排我就吃了喔 嗯... 好... 醬料要選什麼呢? 這個是問題 好不好 你要選黑胡椒醬 還是蘑菇醬 欸沒有混醬喔 應該一堆人都吃混醬吧 你吃混醬嗎 偶爾吃 嗯...就兩個... 各一半啊 應該很多人都吃這個吧 結果他選項沒有這個 那你想好了嗎? 黑胡椒或蘑菇 嗯... 準備3 2 1 黑胡椒 黑胡椒啊 對啊 黑胡椒比較好吃啊 對不對 你知道其實我為什麼會吃混醬 是因為很多餐廳都是問你 要蘑菇醬還是混醬 沒有問你 黑胡椒了 好不好 黑胡椒是不是比較好吃 對吧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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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味道啊 很有那個 跟牛排很搭啊 黑胡椒 那目前我跟凱是 四題一樣 三題不一樣 可以啊 領先啊 喔 我看到了一個超級會引起戰爭的題目 可是這個我很少吃欸 我先問喔 牛奶麥片 常吃嗎 我常吃 對啊 我已經...我小時候吃過啊 現在幾乎不吃 我想一下喔 牛奶麥片 嗯... 牛奶麥片 我... 喜歡 我等等選的是我喜歡的加法 但... 其實... 我常常都不是那個加法 那你... 那... 好啦... 題目就是 你要先加牛奶還是先加賣片 你想好了嗎 喔...OK啊 好...我...應該是... OK 我也想好了 準備囉 321囉 3...2...1... 賣片 牛奶 你先加牛奶喔 對啊 我先加牛奶喔 我都是先加牛奶喔 我先講一下啊 我是... 我是常常都是先加牛奶 但...其實我沒有很喜歡我 為什麼會先加牛奶 因為我常常是... 電力商店買那個...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一杯的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小杯子 塑膠小杯子 那個超貴耶 對啊我小時候會買啊 現在不會 那個就是先幫你把牛奶放進大杯子裡了嘛 對啊 那就是先加牛奶啊 那... 我... 小時候我吃賣片的時候 是我媽媽幫我弄好的 他還是先加牛奶 那我問他說可不可以先加賣片 就是... 因為他是... 熱牛奶 所以他先把牛奶微波好 所以就不太行 嗯... 就... 不然就是兩個碗嘛 到來到去很麻煩 但我覺得先加賣片 然後讓牛奶下去沖 把它沖軟 感覺比較好吃 對 我...我感覺啦 但... 我很少這樣吃 好啦我跟凱不一樣 又不一樣 但... 我是比較常先加牛奶 嗯... 好啊 這個就... 就... 這可以開一個討論串來討論 這可以講個七七四十九天沒問題 目前我跟凱是... 四比四 目前平手耶 真的是打到不槍上下 來吧 第29題 酥皮濃湯 常吃嗎 蠻常吃的啊 對啊 那餐廳常常有嘛 對不對 來 這一題 就是這麼問的 酥皮 你會把酥皮跟湯混在一起吃 還是酥皮跟湯分開吃 哦...這個喔 嗯...想好了嗎 嗯... 這個...我應該是也不用想啦 那我就準備3...2...1囉 準備... 好... 3...2...1... 混合吃 混合吃 你喜歡吃脆脆的酥皮喔 對啊...沒有...不是... 因為湯會...湯會被吸乾 哦... 這個我懂...這個我懂... 但...我就是想要吃... 酥皮把湯...吸進去... 那個... 有湯的味道的酥皮 而且軟軟的 對... 對... 我...我是這樣啦 啊...啊... 有些人不是嘛 我...我懂 我以前也是先吃酥皮 因為我喜歡吃脆脆的 但是後來... 後來就是我家人跟我說 可是你把那個... 加進湯裡面... 欸...那個... 酥皮都是湯的味道 然後我就發現... 哦...天啊... 這個好好吃喔 那我之後都這樣吃了 好吧...其實是這樣啦 那... 你會想要嘗試看看嗎 我其實... 我都會吃啦 只是說... 還是... 通常還是會先把酥吃 對...我偶爾想吃才會泡進去 你...你希望湯不要被吸太多這樣 對啊 嗯... 不一定啦... 我有時候是... 吃一半然後再丟進去也有 好吧... 目前... 這真的是不太妙 目前我跟凱是四題一樣 五題不一樣喔 也就是說... 下一題 我們要嘛平手 要嘛就是真的... 不一樣啦 不一樣的比較多了 來... 第三十題... 這個... 第三十題是... 哦...皮蛋豆腐喔 我根本沒有吃過啊 你有吃過嗎 一兩次 蛤 一兩次而已 這個喔 我知道他要問什麼了 拌在一起吃還是分開吃 你想好了嗎 哦...好 我覺得... 雖然我完全沒吃過啦 但... 我很明顯的知道 哪一種吃法 我比較能接受 對... 順便講一下 我是非常... 有沒有到非常啊 我不喜歡吃皮蛋 我不喜歡皮蛋的味道 啊你咧 嗯 皮蛋OK嗎 看有沒有處理過 我...我不知道什麼叫處理過 我覺得他就是那個味道耶 就是皮蛋味 醃過的味道 我不喜歡那個味道 好啦... 那你想好了嗎 嗯 好... 那... 那個... 我們就三二一囉 嗯 三... 二... 一... 分開吃 對啊... 分開吃 為什麼... 我吃都沒吃過 我會選分開吃 因為... 拌在一起吃就是 都倒很碎嘛 然後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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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看起來很噁嗎 倒很碎 就是... 用... 應該用湯匙 切一塊一塊一塊 然後... 混 不然呢 他皮蛋是一整顆 豆腐是一整塊的耶 對啊 可是通常我已經切過啊 哦... 我看到... 剛剛看到這個是沒切過的 哦... 所以就是你要... 通常會切啦 然後放在豆腐上這樣去吃啦 混的吃的 嗯... 但我看到的這個是一整塊 所以他就一定要先倒出來啊 就... 就覺得... 因為我本身也不喜歡皮蛋喔 我就覺得... 已經很噁了 今天這樣又更噁 嗯... 好... 第三十題結束 我跟凱5比5平手 這樣到底算不算是有默契呢 我也不知道啦 嗯... 分開吃 沖場休息 你懂的 這次是要跑酷 但我不喜歡跑酷又爛 雖然我不喜歡跑酷 然後又... 跑酷又爛 這句子我看不太懂啊 雖然我... 我知道... 其實雖然我不喜歡跑酷 逗號 跑酷又爛 但... 你不是這樣寫的 可是我還是要蓋 欸... 欸... 不是啊... 你都知道你跑酷很爛了 我跑酷也很爛啊 我的跑酷應該比遠遠還要爛 我的R是跑步嘛對不對 欸... 對啊...我是R鍵 所以... 因為... 阿神有... 阿神有講過說... 你的跑步鍵最好是射一下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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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跑酷... 你知道Minecraft的跑酷嗎 嗯... 對啊... 這樣... 就... 遠遠在那邊蓋跑酷啊 我要把這跑酷跑完才能夠... 進行到第三十一題 加油 嗯... 可是我跑酷真的很爛 我沒什麼在玩跑酷耶 欸... 我第一個就跳不過耶 呃... 好...有了 好... 我覺得... 我應該抓到訣竅耶 可是這好難喔 我真的不是跑酷專家 欸... 我看那個... 跑酷好像蠻多的耶 欸... 等一下啊... 我是要先按R再跳 是啊... 不是連續按兩次前進他就會跑了嗎 對... 可是... 因為有些人跑酷嘛 他們就按兩次... 兩次方向鍵結果發現... 很難跳 然後他們就發現... 欸...其實有跑步鍵 因為... 就是按兩下跟按一下的差距 可以啦... 跑酷你OK的啊 如果你有在看阿神的幸運板塊就知道了 啊...他們... 我就是看他們玩啊 但我不會玩啊 他是有幾格要跳啊 他是有幾格要跳啊 我看了好像蠻多格的耶 而且我現在是第一格都跳不過 他有... 除人點嗎 有... 但是... 你也要先跳到那裡 我現在是... 我上次看秋風做那個... 遠遠的那個什麼... 什麼生存 他就玩得很休閒 等一下喔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我跳兩格了 可是也就兩格 而且每一格你只要掉下去就沒救了 救到重來 我看一下啊 欸...這真的是我第一次玩跑酷耶 我都是看別人玩 再來咧 再來 再來 下大雨啊 我今天是沒有要出門啊 我今天是沒有要出門啊 啊接下來咧 我看一下 是跳這裡嗎 不知道我晚上不能出門嗎 我能在宜蘭嗎 欸這個其實蠻難的耶 這個...對...這個... 感覺不是給新手玩的耶 這個是有一定程度 終極... 終極者吧 終...終極程度啊 這不是初...初學者玩的耶 這真的有點難 我可以直接跳這裡嗎 感覺不行啊 而且綠寶石磚我目前也沒看到啊 他說綠寶石磚...啊! 沒事 不是直接掉到地上 他說綠寶石磚是存檔點啊 可是... 目前還沒看到 欸? 喔看到了 喔 不行了被擋住了 等一下喔 欸這... 這個真的是... 對我來說是蠻困難的耶 這可以跳嗎 這跳得上去嗎 喔 喔 我突然在想你風鼓是不是也不會跑狂啊 對啊忍耐任務都很爛啊 你不會連以前那個炎魔那個都跳過嗎 我...我沒有...我沒有去解炎魔啊 但炎魔應該不會很難吧 不難那個算相對簡單 應該是還好 我應該是...我應該是有機會跳過 但問題是我根本就沒有去...去跳啊 我根本就沒有打過炎魔啊 那你粉紅花藍有跳過嗎 有 粉紅花藍有 但地鐵站就真的不行了 我只跑得過那個柴藥草那一個耶 我覺得那個飄來飄去的吃球很煩 沒有...地鐵站更煩 以前魔法森林那個豪子丟香蕉皮那個比較... 喔那個我...那個我... 真的還沒過 還沒過過 那個真的過分 為什麼跑步...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怕跑步好像有時候沒判定到耶 他們到底是怎麼玩這些跑酷的啊 就是他們到真的很邊邊才跳 他們不會在中間就跳 就真的到很邊緣的時候才趕快跳 語言的圖不是比較偏輕鬆像的嗎 呃...其實這對... 專業的Minecraft玩家來說確實是輕鬆像啊 但對我來說就是很難啊 欸...我現在是... 連... 跑酷的基本都抓不到耶 知道怎麼玩啊 為什麼...我... 有時候按R他就沒有判定到 我現在...就是兩種狀況啊 一種是沒有按到跑步 一種就是跑過頭 就是這兩種狀況啊 沒有剛好的狀況啊 你會想玩解謎類嗎 太...東西太難找就不想 欸...為什麼啊 為什麼會跳兩下啊 我明明就... Space按一下他就... 跳兩下 很...很想叫阿神跟學徒來幫我 真的很煩耶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 柵欄...很窄 那個...那個Range 就是不是太早就是太晚 那個Range太短啊 而且我還看到樓梯 這個根本就不是初學者玩的啊 我現在第一個就跳不過了 這肯定不是給初學者玩的啊 不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我覺得是我鍵盤的問題耶 我常常按跑步鍵然後他就沒有跑步啊 我按兩次W也是沒有跑步啊 等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在跑啊 我真的... 這個氣死了啦 他就感覺沒有在跑啊 你鍵盤用多久啊 很久啦 但他可以正常的WASD 可是... 有時候... 就...有時候 按跑步鍵他不會跑啊 按上他會上 按下他會下 按左他會左 按右他會右 但是按跑步鍵 有時候他不會跑 2000 years later 啊有了 啊...跳兩下 欸...找到成就了 好...找到一個成就 我真的第一次玩跑酷就是在這裡玩耶 啊這怎麼辦 用爬的 這可以站嗎 這... 光一半的地板門這可以站嗎 等一下喔 感覺不行啊 你說你第一次跑 那你之前玩的都是什麼類型的圖 就沒有跑酷的圖啊 要嘛生存 要嘛解... 解謎啊 好像...我覺得沒辦法跳耶 真的可以嗎 啊... 我不覺得是這樣跳啊 他跳起來之後把地板門關起來 增加高度 他跳起來之後關地板門 對啊他跳起來瞬間 點下面那個地板門 他不就會變成直的嗎 他不就會...高度會稍微高一點嗎 要在跳起來瞬間喔 跳起來瞬間點地板門右鍵喔 這樣子你就可以跳過去了 你...你... 你先看地下嘛 對不對 然後你跳起來點那個地板門右鍵 你就可以站在那個 收起來的地板門上面 喔我...喔我懂了 等一下可是... 喔... 是這樣喔 嗯 這樣你就可以跳到那三個上面了 而且他還會幫我擋耶 人好好 那個樹還會幫我擋 等一下... 主要是因為那個吧 應該怎麼記得 因為樹會擋啊 所以好像... 要上廁所喔 收入法... 我真的被騎死了 Windows就這樣啊 Windows的預設輸入法切換奇怪 不對啊 你不是R嗎 R怎麼會有輸入法 貼到... 我有Shift啊 等一下啊 喔... 要不要換一個... 換成Z啊 換一個吧 快被... 快被那個氣死了 前行劍換成那個啦 Z啊 好了我到樓梯上了 然後咧 我... 我到石... 石頭樓梯上再來下一步是什麼 喔... 史萊姆嗎 可是... 等一下... 喔我知道我要跳到史萊姆上面對不對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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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上去啊... 圓圓 這裡面有什麼嗎 這裡面什麼都沒有 啊...啊...啊... 不知道欸 我現在... 我現在在想要辦法來... 啊... 中啦 差一點成功 啊... 上來了 我覺得... 如果在這裡失敗的話 我成功盡棄了 我前面從屋頂跳史萊姆之間 我... 不知道跳了多少... 幾百... 一次... 算了... 跳吧 沒有跑啊 根本就沒有跑好嗎 等一下 沒事... 好啦有跑 這次有跑 我覺得我鍵盤真的怪怪 Z S 如果用很久了也... 其實也夠粉啊 好... 我到第三個路燈上了 接下來呢... 爬梯子 對啊 沒事 沒事沒事 不是你... 啊... 趴趴趴... 我成功了一次就成功 梯子... 梯子... 然後...啊... 然後你就掉下去了 我就掉下去了 這個可以剪精華咧 我覺得 哈哈 我們又回來了 可是... 喔 舒服法還在搞我 天啊 我快被舒服法氣死了 然後我好... 啊...啊... 啊...啊... 我跟你講 我問你一件事喔 嗯 你路燈的地板門 你有把它往前... 掀嗎 喔 我以為它是... 會是下... 我以為它是... 我以為它是下... 地板門... 它是上喔 嗯... 你有把它往前先嗎 沒有 那你跳過過去 我一先開之後它是上半 我以為是下半啊 所以我就一直沒開啊 先不要跳... 先不要跳... 等一下... 我要往哪裡走 這裡 對... 然後往下跳就綠寶石... 鑽了嗎 嗯... 就是這... 神聖的一刻了 如果不小心掉下去 我又要重來了 啊... 為什麼你沒有跳... 啊... 持之以恆 終於天會成功的 我只能這麼想 Z... 等一下... Z... 前行... S... 你有用它給你的材質包就對了 Summer Fields 噢... 啊... 有了 所以這樣就存檔嘛 只要踩在綠寶石磚上面就存檔 你不是說綠寶石磚是存檔點嗎 呃... 遠遠說的啊 可是... 我沒有看到任何... 聊天室出現任何訊息 你已存檔沒有 那應該就是有吧 綠寶石是存檔點 沒有其他像存檔點的地方啊 可是...是什麼 我要... 因為我沒有看到任何... 好啦...沒關係啦 我... 不然我現在在這邊停嘛 我之後再研究一下是怎麼樣 才會起到存檔的功用 反正我不想... 我想在這邊暫停喔 我在這邊拍了 各位看官 你們一定不知道影片有多長 因為我會剪接 但... 我拍了... 一個小時... 又二十一分鐘 你硬碟沒爆掉喔 我的手機居然沒有爆掉 真的太厲害了 我的硬碟也沒有爆掉 OK 好啦... 我已經三一到四十題 抱歉 我真的是第一次玩跑酷 就在這張... 天殺人員員的地圖 好不好 那我們就... 下一集再繼續啊 好啦... 我們這集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這邊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想繼續看下去 的話可以沒有喜歡的訂閱 從現在開始成為 看到嗎? 別人留言順滿一下鈴鐺 跟我們朋友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這邊下方評論全方留言 並且之前請你們補最大動力唷 那我最喜歡的FB還有IG 那時候我們就下次再見唷 白明 要不要跟他阿拉說掰掰 掰掰 來來來 破壞時間到了 歡迎來到全民住宅破壞王 今天我們要將一百六十瓶的 超巨大墳場 全部破壞殆盡 因為我們要蓋最新的 佛斯特遊樂中心 所以我們要將這個地方